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在這邊是日本東京的新宿 然後現在是晚上大概11點半左右 大家看到我現在臉其實有點眷絨了 然後今天想要帶大家去看一個 就是非常非常高級的夜巴 我今天打算從東京出發前往去大阪 對 就是從東京前往到大阪的一個夜巴 然後就裡面非常非常的高級 然後究竟裡面有多高級呢 然後就跟著我的電影去看看吧 然後我們要去坐巴士的地方 就在這個新宿的南口出來的對面 這邊有一個叫New Woman的大樓 它的乘車處就在這一棟大樓的四樓 然後之前也有拍過一部影片 就是去那個御殿廠Outlet 也是一樣在這邊搭 我們現在就馬上去搭車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這個豪華的夜巴 到底有多豪華吧 然後這個夜巴它的價格呢 其實說真的並不便宜 它單趟就大概要日幣1萬…1萬1萬2左右 說真的跟新幹線 坐過去已經快要差不多了 所以究竟它有什麼魅力呢 就跟著我一起去看看吧 對 然後聽說裡面可以讓你完全熟水 腳好像也可以伸狠子的樣子 然後究竟是不是真的這樣子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囉 新宿站 就在它的四樓 這邊就是坐巴士的地方喔 OK 我們到達了要達成的地方了 就在這裡面 好 那我現在也來到搭巴士的地方了 我的巴士就在這邊 就是這個 12點10分呢 從往大阪梅田的Wheel We34的這一個 這一台車 然後我們乘車的地方是D11 我要坐車的地方是在D11 然後其實這邊都還滿清楚的 你可以看一下 像是這種地上都有寫那種A B C D 然後還有上面這邊也都寫得很清楚 然後我們要往D11前進囉 意外的它這個還滿好找的 就是因為我之前在東京搭的時候呢 東京說真的 因為人很多 然後巴士很多 所以那時候有點混亂 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該去哪邊坐 所以我今天還特地就是抓得很猶豫 就是很寬裕的時間來 然後沒想到這個地方呢 可能因為這邊新宿的這個搭乘巴士的地方 算是滿新的一個地方啦 它的規劃也比較好 所以說這種找什麼 你要往哪個地方走啊 其實看地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對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D11 就是這個地方囉 OK 然後我們要坐的就是這個 10分的這一班 前往大阪梅田囉 對啊 所以它其實這邊都寫得還滿清楚 所以真的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還滿沒有必要會擔心說什麼 找不到路啊之類 因為真的很清楚 然後現在時間是大約快要50分 我提早大概20分左右來到乘車處 沒想到也是有滿多人在排隊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等巴士來就準備上車囉 其實我還滿期待會是什麼樣的 這台就是我們要坐的車囉 23時55時 5號 5號 We are W Express 這就是這台車的外觀喔 它的車超級高耶 對 然後現在他要來就是確認我們定位的名字 所以我們在定位的時候的名字千萬要填好喔 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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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今天的位置是在這個2C喔 哇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的位置 就是 像這邊是這樣子兩排跟一排的 好 這個就是我的位置囉 各位 你看一下這邊 完全各式的感覺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房子光跑 今天他們幫我們都蓋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些什麼東西吧 好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椅子上呢 這邊有一個可以調整式的枕頭 你就可以依照你的高度來調整 然後下面這個是它有附一個毛毯 超貼心的 因為晚上睡覺它怕人的話可以蓋一下 好 然後這個是它的飲料的放飲料架 我們就可以把飲料或是水就像這樣子 把它放在這邊喔 好 然後另外是旁邊 這邊這個是安全帶 這個安全帶很重要 大家坐的時候千萬要要洗好喔 好 那我們現在先坐下來看看吧 OK 對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眼罩 眼罩 對 這樣光纖 欸 前面這個還有什麼 前面這邊有寫說 原來我們這個是可以 把頭像這樣躺下來 下面這邊是可以抬起來的 你腳就可以幾乎伸直的狀態 然後有像是一些讀書燈之類的東西 還有像這個旁邊有一個遙控器 然後這個 前面這個 這個板子是一個桌子耶 我們可以把它像這樣子 翻下來 就變成一個桌子啦 感覺還蠻堅固的喔 摸起來感覺也不錯 好 我們先把它關起來 好 那我們就先來試試看好了 下面這邊是可以讓我們那個 放鞋子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把鞋子脫下來放在下面這邊 然後這邊前面有 下面有 放了一些東西 不過我們等一下呢是可以把腳放在那邊的 好 我們先把鞋子放進來 然後腳抬起來 我們先來試試看能夠躺得多下去吧 好 這樣 目前這樣跨著其實就還滿舒服的 好 然後這個是它的 遙控器 現在這個我們先按它下面腳的部分 喔 升起來了… 喔 升起來了 對 像這樣子你腳就可以升起來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椅背能不能躺下去吧 哇 可以耶 超舒服 哇 這樣我現在幾乎腳是伸直的 讓你看一下 你看我腳前面是完全伸直的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個它的這個 讀書燈的開關 我們來開開看好了 像這樣子就亮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屬於自己的 私人的小毒素空間就形成了 好 關起來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旁邊這邊 也可以出去看 這邊有一個插座 所以說我們要 不管什麼東西要充電的話呢 就完全不用擔心囉 就像這個樣子 非常的棒喔 超級方便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準備出發了 大家千萬要記得 就是安全帶一定要綁好 好 我們現在來到第一個休息站 我們先下去囉 好 現在是休息時間 我現在來尿尿 對 然後它這邊會 總共會停幾個 就是沿途下來 因為我們是從12點10分出發嘛 然後我們預計8點 早上8點都會到達那個大阪 然後在這途中呢 我會經過大概三個 三個休息站 三四個休息站左右吧 然後我們在第一個休息站 就是我現在下來這一點的時候 它會廣播 然後之後接下來的休息站呢 基本上因為為了要保持裡面的安靜 它就不會再廣播了 不過我今天大家如果有機會 來搭夜吧的話 還是自己準備一個耳塞這樣子 比較不會被吵到 然後當然如果你怕坐過頭的話呢 記得手機要調鬧鐘 震動的鬧鐘 然後放在褲子的口袋裡面 我想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囉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上車吧 繼續往大阪前進囉 準備上車囉 好 一樣先把安全帶系好 然後剛才忘記跟大家說 就是上面這邊是我們的空調 可以調整的位置 大概在這邊 然後另外旁邊大家仔細看上面 上面有些我們的置物櫃 我們現在一些比較小型的行李 你就可以放在上面喔 兩邊都有 然後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個走動的其實還滿窄的 所以其實在走動的時候 要小心不要碰到旁邊的人喔 OK 那我們現在來準備 繼續睡覺吧 它真的可以 伸得非常的直耶 再看一下這個腳下面 可以把你撐住 你的小腿的部分的地方 這樣子撐著呢 說真的躺下去 就是真的非常的舒服喔 好 那我要準備睡覺了 裝上我的好民小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真的真的非常適合睡覺 就是我們幾乎人都可以完全的躺平 而且還有像是那種方便的東西 像是置物燈 眼罩等等 非常的方便 雖然說我有自己帶啦 好啦 那我現在要準備睡覺囉 大家晚安 好休息 Good night Bye bye 我現在已經來到的大阪梅田了 對 然後它這邊好像有一個那個 一到這邊旁邊的大阪梅田了 我現在已經來到了大阪梅田了 對 然後它這邊好像有一個那個 一到這邊旁邊就有它的咖啡 可以在這邊使用耶 所以我們到達的時候 可以在這邊稍微喘口氣 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我想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然後這一次體驗了坐這一個 就是那種三排座位的 腳又可以伸直的那種高級的夜巴 然後我自己的感想 我是覺得說它真的還滿厲害的 而且腳真的是可以完全的伸直 然後在途中 我們總共大概休息了四次左右 就下了四次的交流道休息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夜巴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它中途其實是有換駕駛的 就是它並不是說駕駛從 第一 一開始就開到最後這樣 它中途是有換駕駛 因為我發覺說 為什麼我上車跟下車的駕駛是不一樣的人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顧慮到這種 行車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這一點也還滿不錯的 像我覺得 其實像這種你在睡夢中移動 真的是還滿節省時間的一種方法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以後有機會 你想要來往這個東京跟大阪之間 也許這一個高級的 能夠把腳伸直的夜巴 也是你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然後這一次坐這個巴士呢 我來講一下它的缺點好了 雖然說整體來講是還滿舒服的 就是你腳能夠伸直 也算是睡得還滿好的 可是缺點就是怎麼講 感覺上有點窄 因為你每個人的空間 都是有一個大殼子把你罩住的 所以說相較之下 因為三個大殼子放在巴士上 然後走到就會變得非常的窄 而且在殼子裡面睡覺的時候 說真的是沒有什麼辦法翻身的 你可以靠左邊或靠右邊沒有錯 可是你沒有辦法 比如說側睡其實是還滿難的 所以大部分都還是像這樣平躺 或者是稍微靠這樣子 邊邊的那種情況會比較多一點 不過整體上來講 以巴士上面的睡眠來講 我覺得這一個呢 這次體驗的這個巴士真的還不錯 不過因為畢竟它還是巴士 所以說因為它還是會 中途會有休息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淺眠的人呢 我這個也許就不太推薦你了 不過如果你是想要好好的嘗試一下就是 你可以在睡覺中又可以移動 然後腳又可以伸直的巴士的話 我覺得這一個巴士呢 我就非常的推薦喔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把這個巴士的相關連結 放在YouTube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Check一下喔 好啦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嗨 2019年1月20號 阿倫即將在台北辦粉絲見面會啦 來見面會呢 可以看到平常在影片看不到的阿倫 並且還有很多阿倫 所親自設計的一些周邊在現場販賣喔 2019年1月20號 阿倫在台北的大時等你喔 趕快來報名吧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鄉村之間那種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在日本的一種特殊的交通 移動的交通工具 有一個簡單的介紹 跟我的心得的分享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 還有我去其他地方的一些旅遊資訊喔 還有這邊是我的Facebook的粉絲也 我的IG 我可以追蹤一下 另外這兩邊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那麼大家再見囉 等你有腳可以伸直的 睡得超好的巴士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稍微體驗一下喔